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今天跟大家讲的话题就是 去逆地而处 我们可以体谅别人的感受 因为逆地而处是换位思考 现在很多时候用这个名称 如果你懂得这样做 任何事情都会把心给心 才能够处得长久 所以那些高情商是懂得换位思考 有三点我们注意的 第一,生活我们懂得换位思考 我们会珍惜,珍惜你才会拥有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活 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 所住的环境亦不同 所以很难做到心同感受 比如一对夫妻,丈夫一早趕上班 下班又要OT回来很累 但太太主持家务 一早要准备早餐带小孩上学 回来要打理家务,要洗衣服各样 又要准备饭餐 所以当丈夫回来 希望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 妻子有时就说,哎呀我好累啊 你回来跟我教一下她的功课 大家没有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 来想想 对方也很辛苦的 那就会吵吵了 你没有珍惜对方为大家的家庭所付出 你哪配拥有呢 结果就是吵吵 甚至离婚 所以本来我们的生活就不容易了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都很舒服很容易 其实那些不容易 是有人帮你承担了 你的生活如果是善能的换位思考 那你就会珍惜对方为你付出 你才配拥有对方的 第二就是想法方面 如果我们想法方面换位思考 我们会理解 这样才得到感恩 有一个个案 例子就是有个人 请一个盲的朋友吃晚饭 吃得很晚了 盲的朋友就要走 主人就说,哎呀你等等 我给你个灯笼照着走 那这个盲的朋友就很生气了 我本来就看不到 你还要给我个灯笼 你是不是嘲笑我啊 但是主人就说 因为我在乎你才给你个灯笼 你看不见而已 但是别人看得到 这样别人就不会在黑夜之中 是碰撞得到你了 其实每一件事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会有不同的见解 你见解不同 结果自然也不会一样了 当我们尝试去理解别人的想法 把视野放宽一点 把繁心的视野拋远一点 试试换位思考 多些替别人的着想 当我们理解别人的无奈 我们才会感恩自己的幸运 这样你才会豁然开朗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美丽的 当你换个思路 换种生活的方式 你的人生或者会有不同的风景 在生命存在的过程之中 不如意不信心 事事都有 心情很容易抑郁和惆怅 但是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 你不妨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换个角度 那你一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第三 第三在位置上换位思考 那么你尊重别人 就等于尊重自己了 简单一个数目指的六字 我们都说六九两头欧 你在那边望就是六字 我在你的对面望 就可能是九字 这个数字的不同 关键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上的不同 当你用什么角度去看 什么的事情 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得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的 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 有个故事 关于文明于世的 勵志成功大师 拿破仑希尔 他需要请一个秘书 他在几间报章上刊登聘请 结果有很多很多申请 他看到这么大堆信 哎,看了几封 全部都说 我是什么名 在哪里毕业 我多少岁 如果你请我 我一定尽忠为你服务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拿破仑很失望 想着都不要请 谁知道他随手收起一封信 令他一看 他觉得我一定会请这个人 这封信就是这样写的 法经启者 你所刊登的广告 一定会引来过百 甚至过千的求职信 而我相信你工作一定十分繁忙 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去认真阅读 所以你只要简单地拨这个电话 我是很乐意过来帮忙你整理信件 折省你宝贵的时间 你不需要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 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了 当然你看一封这样的信 你不想想就一定会请这位女士 所以当你懂得换位思考 就能够真正站在人家的立场 去看这个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 并且能够实践地帮助他解决问题 那自然这个职位就是你的 你的世界就是你的 换位思考 知道很容易 但是做到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习惯了 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 为自己去谋取利益 说些例子给大家听你就明白了 如果你有个女儿 你希望她的妇家给很多彩礼 但如果你有个儿子 你就嫌这个亲家要的彩礼太多了 当你有个媳妇的时候 你就嫌这个媳妇很麻烦 不懂事 但是当你有个女儿的时候 你就希望她在妇家掌管大权 如果你开车 你会讨厌那么多行人在前面 影响你 但当你走路 你又嫌有那么多车 如果你去打工 你就嫌你的老板太过强势 太过孤寒了 但是当你做老板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些员工 没有什么责任心 没有什么能力去做事 如果你是顾客 你认为这家店 吃水很深 东西很贵 但是如果你是商人 你就会觉得 哎呀 顾客真是挑剔了 所以呢 当我们站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的时候 我们所得出的永远都是最不好的结论来的 而只要你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 逆地而处 切身处地考虑对方的感受 你才能够创造良好的人世关系的 生命其实是一种回声 证人玫瑰手有鱼香啊 爱出者 那些爱会回来 福往者 福又会来的啦 所以希望大家都试下 多些用换位思考 逆地而处 来对待 所有的人同事 那你的生活一定会畅顺很多的 多谢大家收听